随着后原神时代正式开启 市面上的二游正在露眼可见的减少 从二游混获得版号的二游不到三款 就能明显感觉到 抽卡二游几乎已经摸到了质量的上限 也早已不是曾经那个坦就能轻松挣钱的时代了 即便是如今的二游一哥米哈游 也在研发制作绝曲林 寻找差异定制化的服务的出路 紧随其后的还有酷热明朝 阴角的中墨地 以及其他来自小厂的龟龙朝 星月同行等 哦对了 还有今年刚刚公测不到两个半月的白金回栏 以上这些抽卡二游都在保证画面美术质量的同时 在美术风格的展现上有明显的差异化 同时游戏本身的玩法内核 只服务于特定的玩家群体 比如绝曲林的视听体验 明朝的战斗动作体验 白金回栏的构筑体系体验等 从而打造独特的玩家定制化服务 但是白金回栏这款游戏 因为公测时的过量宣发 导致竹龙在开服时期天天滑贵 每天都能看见白金回栏运营主不是在道歉的路上 就是正在道歉 不过当然从这点来看 至少官方是会听取玩家意见 并及时改正的 比如最近因为新版本持续时间较短 给玩家带来了不好的游戏体验 白金回栏运营又又又再次滑贵 并给玩家做出了补偿 直接赠送7700的精力 以及168个税金便当 等等 卧槽一望体力我直接好家伙 同时后续版本排期的优化方案也直接确认了下来 后续版本排期为42天或者21天 同时每21天最多只会出一位新六星角色与一个新SSR烙痕 下个版本将于3月28日开启 并持续优化养成问题 活动也会增加养成材料的产出 最关键的还得是每个版本的主题活动 玩家都能免费获得一张SSR品质的烙痕 现在我玩白金回栏 越来越有一种养成制作组的感觉了 有问题他们是真改呀 今天起我就是金一味 但最关键的还是游戏本身质量在线 玩法具有生动 又没有多少废物的角色与烙痕 是一搭配构筑体系通关后的成就感极强 这种游戏性放在二游中说是独一档都不为过 但是新版本之前的角色建模和新版本之后的炎玉炎雀 这建模质量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了吧 而且炎雀这个力会建模人设 拥有质感的白丝 白发蓝童双马尾 爱喝奶茶的宅女 微微起伏的贫禄 白丝与睡群之间露出的绝对领域 过得出了我的无限幻想 同时养了一只宠物鸟 打造出了差异化的角色记忆点 这些游戏产商竹笼制作的吗 怎么突然间这么懂恶游的角色内核 当然这部分是我个人主观秒了 因此我再次主观认为 在后原神时代正式开启后 各大恶游产商需要保证游戏的画面美术质量优秀 尤其是角色们的力会建模 要尽量在大体上符合主流审美 同时要保证角色们有一些差异化的记点特色 而这部分就自然需要游戏内的剧情设计 来打造角色们的人设 以及让玩家拥有带露沉浸感 目前白金回廊第五章主线也是正式开启 随之而来的也有自愈去加剧 不过我个人对于这部分并不是很感兴趣 因为我跳过了人生 对于白金回廊的注意力 几乎全在角色体系的构筑玩法上 此外在版本更新后 我老婆颜确以及我大舅哥言语也会加入定向卡池 玩家每天都可以进行一次免费抽取 希望这次我的小保底不会歪吧 同时联合训练场也进行了更新 不过这个敌人怎么这么像杜旺 我个人又又又主观认为 这是杜旺加强的DJ版本 终上所述 目前二游赛道 应该学习白金回廊的玩法差异化 并积极听取玩家们的意见 进行滑贵与解决问题 打造定制化的独特游戏服务 如果一意孤行 不听取市场与玩家们的意见 游戏本身有质量与玩法还好说 通过域名的神操作还能抢救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注定四路一条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 就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点赞与观看 关注支持苗 我们下期游戏杂谈视频再见